下午好,我是Arma Lopez,给大家做一次关于教育的励志演讲。 首先,我想讲一个自己的故事,关于我是如何开始介入教育领域的。 我从1996年开始参与我女儿的课堂教育,那时她上一年级。 开始时,我帮助老师处理一些事情,包括批改试卷,以及其他要我做的事情。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在如何对待那些需要额外帮助的学生时,老师很头疼,这些学生读写都不会。 我想要给老师帮忙,提出自己可以帮忙。 我们四位向校长提出我们打算启动一个项目,一个在课后教学生如何取得成功的家长项目。 我们做到了,学生也做到了,并提高了自己的成绩。 第二年,我又在学校做了同样的事情,我喜欢教学生, 因为我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老师。 我像老师一样教会他们阅读,他们有了进步,而老师非常高兴,校长也很高兴。 此后,到了二年级,我开始教他们舞蹈,了解墨西哥文化。 我们在五月节做了一次演讲。 老师给我颁发了一个奖项,因为我给他们准备了服装,并做了其他事情,得奖后我非常开心。 我是完全无偿做事,无偿工作的,但我乐在其中,在他们给予认可时,我也感到很高兴。 此后,我又在学校里帮了两年忙,然后校长找到我,请我参加一个名为《家长促进教育》的项目。 校长向五六名参与学校工作的家长发出了邀请, 并提出为这些课程付费。 这一课程为期两年,参与者包括老师、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 针对如何帮助在校学生,他们教我们进行相应的准备。 对我来说,这个奖励就像获得一个学士学位,这需要我们上两年的教育课。 此后,我能做更好的准备去帮助学生。 参与学校的项目,然后下一年,校长又邀请我们参加家长双语会议, 也就是BPAC,也做相同的事情。 邀请家长参与学生的教育过程, 学会更好的帮助学生,学会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更好。 这些会议的出席人数不多,大概只有八到十位家长。 我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 我是一个积极主动的人。 所以,我问校长能不能让我筹划一些关于文化的活动。 就像我为五月节所做的事情, 我开始给学生们讲授有关文化的内容, 要求学生们进行有关文化方面的写作和阅读。 所以,校长给了我一个文化代表的头衔。 我给每个教室的学生都发了邀请, 老师们也支持我让学生写作, 并在双语项目中给予学生一些奖励。 我参加了这些双语会议, 并颁发了奖杯, 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奖杯。 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我给二十个, 有时候是十五个或者十二个学生颁发了奖杯, 因为他们的写作和阅读成绩非常出色, 同时能够谈论墨西哥文化, 也会跳墨西哥舞蹈。 因此在这之后, 出席人数变多了, 二十位家长来拿奖杯, 用其聚与双语会议。 此后,主席的任期届满, 有家长问我, 为什么不去竞选下一任主席呢? 而我回答, 不,我还没准备好当主席。 他们又说, 不,您已经准备好了, 您能帮助学生, 您能激励学生。 去吧, 我们想让您当主席, 他们鼓励我竞选主席, 我就这么当选了。 因为我在担任主席的这些年里 做了大量的工作, 校长向我受了奖, 我比以前做得更多, 我觉得这是作为主席的职责所在。 我担任了1996年和1997年两阶的主席。 我开始成立家长小组, 要求至少八位家长 在课后辅导孩子的阅读和数学, 我们做到了更多的学生为下一学年做好了准备, 提高了成绩。 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 校长也很兴奋, 很自豪, 每天都在感激我所做的工作。 目前我们有大约40至60名家长参加会议, 我鼓励小组内的所有家长学习英语, 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辅导学生的家庭作业。 我鼓励他们上一些英语课, 我把GED课程带入学校。 作为双语项目的主席, 我让家长们去上计算机课, 而他们很高兴学会自己发送电子邮件, 这让我感到自豪。 在担任主席的一年里, 我做了很多家长方面的提升, 激励他们学习。 此后,我不得不结束了我的任期。 1997年, 校长给我提供了另一份工作, 我开始在双语项目中担任教师助理。 当时我激动地哭了, 我非常开心, 我得到这个职位, 因为当时助理只需持有GED证书, 但我们必须准备进修复学士学位。 因此, 我开始在幼儿园工作。 一年里, 我无常教幼儿园的孩子们英语和西班牙语的写作和阅读。 我与Donis老师一起工作, 他很喜欢幼儿园老师这份工作。 第一年我跟他一起工作, 我很喜欢。 此后, 我参加过幼儿园到小学六年级初中的工作, 每一年我都积累了很多经验。 在芝加哥公立学校工作的第一年, 校长让我带一群家长参加全州大会。 他对我说, Lopez, 您很爱和家长们相处, 我想让您带他们去参加这次家长大会。 我带着四十多位家长坐上了大巴去参加大会。 到了大会上, 我喜欢演讲人做演讲的方式, 并梦想着成为某一年的演讲人。 我做到了, 上一年我还带对家长参加大会。 下一年, 校长就给我机会在全州大会上做演讲。 这是我第一次做演讲人, 没再等一年。 是我在大会上第一次做演讲。 这是我做演讲人时的徽章, 我主要是向家长做演讲。 令我惊讶的是, 在场的还有老师、校长们。 今年我也做了演讲。 我第一次做演讲是在2007年。 当看到台下有很多老师、校长, 我很紧张, 我原本要向家长们演讲, 但我做到了, 他们很开心, 也从我身上学到了东西。 我做到了, 我喜欢做演讲。 所以2015年, 我又回来在全州大会上做了演讲。 我第一次向校长、 老师和家长们做了演讲, 还是同一个主题, 讲述家长参与孩子教育过程的重要性, 以及孩子因此提高学习成绩, 完成大学教育的统计证据。 这也是今天我想向你们传递的信息。 最后再说说, 在2015年之前, 我为2015年级完成任务之后, 我的女儿们已经让我梦想成真了。 大女儿Michelle考上了爱荷华大学, 现在的工作是一名老师, 她很开心可以教孩子, 很爱自己的学生。 二女儿Daisy被普林斯顿大学以全额奖学金录取, 2015年毕业, 现在她正在迈阿密攻读博士学位, 所以我的梦想实现了。 两个女儿都成了专业人才, 儿子也是专业人士, 儿子毕业于穷斯大都会高中, 他参加了酒店管理课程, 现在正在从事酒店管理工作, 三个人都是专业人士。 但是, 为了让故事圆满结束, 也为了鼓励大家学习,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在我决定重返学校进修复学士学位后, 现在已经取得学位, 这是我的学位证书。 我和我的女儿同时在2015年毕业, 她在普林斯顿大学毕业, 而我在代理学院毕业。 我鼓励你们去上城市学院, 在那里, 您可以学习英语, 而您辅导孩子作业, 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英语, 所以去上学吧。 教育是人生成功的关键, 不仅仅是对我们自己, 对我的家庭, 对我的女儿们。 他们要教育更多的学生, 改善社会, 我们要成为培养未来专业人才的父母, 把您的孩子们培养成未来的专业人才。 祝大家下午愉快, 希望大家跟我做一样的事。